好,繼續回來直播 來到第三場 今天就跑了兩場 我們好像戰績都是普普通通 一般水準而已 不要緊,今場第三場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特別? 第三場就是鳥王的頭珠策略 平穩基金那個嗎? 忘了是平穩的 隨便吧,總之不是平穩就不平穩 跑完就知道 對 跑出來冷的時候我們就說是高風險 對 一定是平穩基金 對 因為你不可以對那些賣掉的人不公平 對 所以我們不會告訴你,我們的號碼是選了哪一隻 但如果你在節目裡意會到我們說哪一隻 那就厲害 我們是會意會出來 但我們又不會告訴你 對 那你真的要很留心地聽我們說的節目 或者可能我在畫面上指著 這樣指著 鳥王這一隻 這樣可能是 好,那我們來到第三場 三班 千二米 不對,第三場 錯了 千二米 對,是千二米 不過是第四班 那我先看一看早飛 早飛呢 就是 以二四六為主 Q就是二四 鴛鴦Q 那麼 那關呢 就沒有什麼大處 那過完關之後呢 都是下了一隻二 今場 今場有多塊魚 孖寶 自己看飛 好,鳥王 好 接下來 第三場 第三場 就是三月 開始休息了 腳有事 那今季試了兩貨雜 一貨菊草千二米 那有罩的 那雜 就普通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在前面呢 看到 抽著走的 一路走 直至 去直路 才給他 有反應 這隻馬 腳發靚的 那上了力 那這隻馬 應該都減九分的了 減了下來 這裏 那最後 走勢非常之好 有這個 罩 的幫助 隨時 偷得 這場 這隻三號的軍炮 我就提議大家 買一個小的 QT拖 那第二隻介紹 四號的 中華一號 今季 兩將同情 那第六 然後就 再進步 跑第二 越戰越勇 上次 炒飯那個快閘 留在中間 二疊 的山位 五百米 一路比住 入直路 一路比住 入彎 直路的時候 一打下去 有反應 但是有少少的 來閃 所以這隻馬 上次就贏不到 但是 最後 是非常之厲害的 所以這場馬 我提議大家 WIN QT 都要投注 這隻 第三隻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 六號的自由飛場 上季 轉了 奇普敦 贏馬之後 今季 首次出的時候 又是直WIN 今季這隻馬 五歲 我想都大熟 這些北半球馬 上次出閘 稍為慢一點 但是他跟在中後位置的二疊 入彎的時候 騎出大礙蕩衝 pick up 很快 沿途一路打 打回來就贏了 神科 看見這隻馬 還未走樣 仍然有火有力 今場馬 雖然不是大熱門 但是四十二元 WIN 十六元 我覺得這隻馬 WIN 大家投不投注 大家決定 QT一定要拖 第四隻馬 介紹的就是 這隻十一號馬 金碧肝王 金碧肝王 這隻馬 上將 貴內初出 田太 其實這個同情 都是 谷草千二米 快閘 留在後面 早段 田太 扣到這隻馬 搶口 和鬥口 馬 見到他 已經上了力 田太 入到直路的時候 他試馬 比下去 非常快 追勁 非常強 這場馬 換回吳家俊 一定要小心 因為今天 那些年輕人 都出了路 這隻馬 我覺得三重彩 拖起來 如果你們覺得 有位的 扔下去 這場馬 我介紹的馬 就是三四六 馬一 三四六 三四六 我和 鳥王的 號碼 是一樣的 我都還有 號碼 第一隻 介紹就是一號 的開心 在演 這一匹的開心 在演 上戰季 初出表現非常失望 這次是 諾斑尼 這麼懶 轉戰 千二米 預計時間最佳 雖然今場馬 的形勢不太好 但我覺得這一匹馬 在四巴 一定是足夠 我覺得這隻馬 有些機會 除了一號 的開心 在演 之外 要看大葉門 這隻二號 喜猛家 上戰 季內 初出表現 非常出色 可以後爆一段時間 回來 跑一場 千二米 同情 神色 未減 雖然同組時間 不算好 但今場馬 抽到好檔 可以放 還要配上 無險東 上陣 我覺得會有表現 除了一號 和兩號 之外 還有一匹 這隻 反而不太難 就是十兩號 創意寶 創意寶 今季兩次表現 不差 每次追得厲害 雖然同組時間 不算好 但勝在這匹馬 提速有前有後 形勢大好 我都可以留意 所以我和鳥王 今場馬 推介 三號的軍炮 四號的中華一號 六號 自由飛翔 媽一金碧光芒 一號的開心再現 兩號 庫曼街 和十兩號的創意寶 介紹了七隻馬 那麼多 看看嘉莉佬可不可以幫我們收集 我快點了 好 先看一看 今場有兩匹多隻魚的下射馬 不過自己看 神粗瓜拉拉 有五匹 分別是四號的中華一號 二號的庫曼街 一號的開心再現 八號的行運馬王 五號的森林之王 森林之王 鳥王初出就已經開始介紹這匹馬 你覺得怎樣 這隻馬 今場仍然是保持到他的狀態 以及未用的 這場馬 如果沒有馬走 而他走的話 也很嚴重 那隻八號的行運馬王 我看到他在高東寧 轉去羅富全試貨集 你又怎樣看 這隻馬 我看到他是刻意想去試 頭斷和粗頭斷的馬 做就做好了 但是上力未足 最後就慢 以及怕他停 現在二十九倍 七十四元 不妨 如果有興趣的 就試一下 試試一下 我就回答了你的問題 因為你又想問一隻行運馬王 梁先生也有問同一隻馬 我們都回答了你 如果你們說有些馬 你們想問 而我們想問多詳細一點 你可以在我們的檢查室 打下去 我們看到我們一定會回答 但有時候看不到就沒辦法 我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用文字來檢查室打 我們就會在現場 這個節目裡告訴大家 今天大家要留意一些 下飛 尤其是有下馬寶的飛馬 剛才那隻十二號 好像是泛泛落 連馬寶都下飛 對呀 下齊的 所以 如果你有用我們服務的會員 那就真的要留意 哪些馬 最後有馬寶的飛 我自己在臨場看了一些飛數 我覺得這隻合運馬王 真的有機會 是值得 要買一買 不是留的 這隻 我告訴你 應該不是留的 那看一看暗盤 今場暗盤 沒有頭兩場有一匹馬跑出來 今場暗盤比較平均的 就是有四、六、三和十 藍門 那我自己會買一買這隻行運馬王 我就買那匹的 給我一張紙 我告訴你 好 那你寫字的時候 有人問一隻哥哥仔怎麼看的 那我就寫這匹馬兩箭表現失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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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什麼馬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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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看報紙有沒有人選擇第三場 有了 這個少年老橫童隊 就是選了謝富滿家 他來自江湖隊,也選了一隻傅曼家 其他就沒有人了 嘩,這隻好啊 神粗三顆星,有孖寶妃來 今場馬其實我發現到 是我選了神粗三顆星的樂菲 會不會是那些人見到神粗三顆星的就買下去 一點都不出奇,這經常都會發生 這隻好啊 神經病,我不太喜歡 又要全餐嗎? 這麼緊張啊 真的 還用說話嗎? 看到三號的軍炮位,飛數非常硬 大家可以留意一個Q位 它發生了什麼事 紅燈亮起了,馬匹就開始入閘 買滿階段,看到有一匹馬在獨營連營 還有MARBEL在下飛 那就自己看吧 哪匹啊? 全餐正在下飛 對 全餐正在下飛 對 剛才我有介紹的 那你要猜一下 你介紹的範圍更窄 一二十二其中一隻 希望是 好,馬匹就入了一半 要下飛的馬就繼續下飛 沒有下飛的馬,繼續是沒有下飛的 有下飛的馬,基本上我們都有貼到的 不一定是在這塊板裡面 有些是在我們的神粗框裡面 對 MARBEL的飛也都來了 自己欣賞一下今場馬跑成怎樣 馬都差不多入閘了 大葉門繼續是四號的中華一號 只剩下三十八元便十六元PACE 這匹馬是落飛的 好,全部馬都準備好了 今場是四班千二米短途賽事 好,一出閘的時候 十二號的創意波抖到後面 另外那一匹就是十一號的 金碧光芒來的 前面 傅晚家搶了頭放 外面的森林之王金牌 又有些速度 拍在前面走 中間就有一隻開心再現 然後內蘭就是幸運馬王 隔了一個馬威之後 才看到小哥哥 內蘭還有一隻中華一號 粉紅色下午那一匹就是隔了一個馬威之後 那一匹的自由飛翔 那一匹的創意波抖到前一點 前面現在繼續放在頭 就是二號的傅晚家 外面的森林之王都佈著佈著佈著 內蘭擠著的 還有一隻幸運馬王 然後拍寶那一匹的黃衫 就開心再現 那一匹的傅晚家 那一匹的傅晚家 那一匹的馬 再擠多幾步上去 第一段是二十三個多 第二段是二十二個八十七 前面繼續放在頭 還有一匹傅晚家 外面還看到一匹的幸運馬王 望空島 看看能不能夠 中間還有一匹的中華一號 外面一匹的馬群都散開了 看看外面哪一匹的馬 前面鬥著一對馬 還有一匹傅晚家 還有一匹的中華一號 後面看哪一匹的馬 撲得上來 八號 撲得到 三號走上來 第三名是三號的軍跑 賽果非常之正常 第一名是四號 羅里亞今天殺手 中華一號贏馬 第二名是傅晚家 第三名是三號的軍跑 所以留意著 羅里亞是真的背 所以那一匹傅 是不背 大家留意這件事 如果看得開我們去年 我們外匠 什麼時候要倒外匠 的話 那條方不行了 休息